三国时期可谓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其中能争惯战的大将便有24位 文臣谋士更是数不胜数 如此多的大将文臣皆处于一个时代 你争我斗造就了火热的三国文化 同时在众多的大将文臣之间 由于他们的学历及背景修养不同 因此有的人会客气说话 而有的人则是直接抱粗口对待 由于众多大将文臣及谋士他们的立场不同 自然就会产生矛盾 特别是在双方开战之前 作为统帅基本上都会与对方带头的进行语言互对 在互对完成之后 双方才会进入到开战环节 在整个三国之中出现了不少调身份的话 细细数来一共将近七句话 非常调身份 在这七句话之中 明将关羽说了二句 吕布说了一句 但是都抵不过刘备说的一句话 刘备说了一句什么话 接下来细细道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关羽说过哪两句调身份的话 关羽说的第一句调身份的话 乃是在帮助曹操对付严良之时 关羽说的当年袁绍派遣先锋打将严良去对付曹操 当时曹操身边虽然有张辽徐黄等人 但是都无法打败严良 于是才将关羽请到战场之上 一来是对付严良 二来也可以考察关羽的真实能力 关羽在赤土马的加持之下 很快便来到战场之上 曹操指着严良的军队道 那便是袁绍的军队 你看何其雄壮 听说大将严良 武艺不在吕布之下 哪料关羽却道 已无关之 如破砖烂瓦尔 关二爷这句话 可谓是自调身份 当时的关羽已经小有名气 毕竟在虎牢关外 刘 关 张三人大战吕布 已经给关羽做了一次免费的对外宣传 然而关羽却说出 如破砖烂瓦尔这样的话 一来是暴露出关羽孤傲的性情 二来也让关羽自调身份 既然是一堆破砖烂瓦 那么又何必去对付他们呢 这让曹操情何以堪 关羽说的第二句非常调身份的话 乃是在相反之战期间 东吴重臣诸和锦 亲自前往关羽大帐之中 替孙权儿子向关羽女儿求亲 当时关羽打的曹人归作不前 正是志得一满之计 而且此前关羽一只小石东吴 因而当时关羽也没有给诸葛锦好脸色 而且还当着诸葛锦的面 说了这样一句话 吴虎女安肯嫁全子户 关羽这句话可以说是太掉身份 作为荆州主帅 并且和孙吴还有着联盟关系 即使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 下嫁于孙权之子 也应该言辞缓和地拒绝 更加不应该将他所说之话 一字不漏地让诸葛锦转达给孙权 关羽这句话不但是自调身份 而且也让后来的孙权 毫无顾忌地进攻荆州 吕布所说的一句自调身份的话 吕布说过一句非常调身份的话 吕布在攻打燕州之后变上了曹操的黑名单 公元198年 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征讨吕布 吕布反复无常 而且时常欺凌下属 加之不听陈公两谋 因此吕布很快便被曹操围得上下离心 最终吕布帐下 湛江侯城 宋县 未须反叛吕布 就这样吕布被五花大绑押送到曹操帐下 布教约 民工所换 不过于布 不禁以服役 公为大将 不复制 天下不难定也 此乃是吕布刚刚被绑到曹操面前所说的话 吕布的说的这句话 不但不能让曹操放过他 同样反而会让曹操更加讨厌 为什么呢 因为曹操身旁还站着刘备 刘备当时也是属于暂时投奔曹操 并不是曹操的下属 因此曹操同样是时刻在防着刘备的 吕布说出公为大将 不复制 天下不难定也 这让一旁的刘备如何想 而曹操呢 只能询问刘备应当如何处置吕布 结果等待吕布的回话便是 公不见 丁远董卓之是乎 就这样吕布便领了和饭 曹操所说的三句自调身份的话 曹操作为曹魏政权的开创者 他在早期同样也说过一句 非常调身份的话 在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之后 便不得不逃亡天涯 所幸的是 陈公会掩食英雄 并且愿意和曹操一起共计大事 然而曹操在错杀吕伯奢一家之后 陈公便和曹操分道扬镳 而且陈公在后来还当起了吕布的军师 直接跟曹操对着干 那么陈公为何会反差如此之大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曹操当时在意识到 错杀吕伯奢家人之后 不但没有后悔 而且反而将吕伯奢也斩杀了 如此一来 吕伯奢一家人全部死于曹操之手 非但如此 当时曹操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起来也是非常调身份的 宁教我赴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赴我 曹操这句话可谓是霸气至极 同时也是非常调身份的话 简单来说就是他曹操可以赴天下人 但是不允许天下人赴他曹操 后来曹操斩杀明世边让 孔荣包括蔡茂 张云这些人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不应该被斩的 曹操说的第二句自调身份的话 乃是在汉中之战时 曹操被刘备一子刘锋逼战 而当时曹操仗下 并没有可以拿下刘锋的大将 因此曹操便怒怼刘备道 卖吕小儿 尝试假子句底 曹操这句话看似一句 其实乃是两句 首先就是骂刘备 使之习犯吕的小本生一人 第二就是骂刘锋 不是刘备亲生之子 曹操这句话虽然过了嘴瘾 但是的确不太高明 比较调身份 曹操说的第三句自调身份的话 就是在赤壁之战线 刘表次子刘从不战而降 曹操瞬间有些飘了 当着仲将的面说了这样一句话 刘锦生儿子若囤全尔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就是骂刘表的儿子 就跟猪狗没什么区别 话虽如此 但是这话的确有诗体面 不知投奔曹操的刘从 到底做何感想 刘备所说的一句 自调身份的话 刘备 自宣德 乃蜀国开国皇帝 不过刘备的确是知习范吕出身 只不过四处招揽人才之后 才横跨京 一两周 然而在刘备早期 虽然没什么地盘 但是刘备在说话方面 也极其不注重 在张飞丢掉徐州之后 张飞非常自责 一度打算在刘备 关羽的面前 自尽已谢罪 但是刘备 却当着关羽和张飞二人的面 说了这样一句话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张飞听闻刘备这句话之后 也释然了 毕竟大哥刘备都这样说了 作为结义兄弟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当时刘备虽然处在事业的上升阶段 同时也正是刘备 打响匡扶汉事的关键阶段 然而刘备却丝毫不注意自己的言辞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这句话虽然让关羽和张飞听起来非常悦耳 但是其他人呢 难怪汉中的张鲁 庞德 千昭 田玉 文聘 包括陈登等人都没有跟随刘备左右 我想或多或少跟刘备这句话有关 毕竟作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 不会说出自调身份的话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创作不易 如果您对历史也感兴趣 还请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非常感谢